最近受到地震與大雨的影響 台中和平區東關路上 包括晚間是發生了路樹倒塌意外 那么透過画面可以看到 路旁的一棵櫻花樹 是倾倒在马路的正中央 占据了整的车道 那么由于该路段相当的昏暗 加上又没有路灯 那么当地警方外出巡逻发现 担心有用路人经过 恐怕会不小心撞上树枝 发生危害 那么远警停车后 是立刻开启警示灯 徒手将树干移除 并拿出车上备用的材刀 砍伐树枝 并将旋关在树上 摇浴坠的树枝 也一并的砍除干净 远警前后是花了20分钟 啄的时间 将这棵长1.5公尺 宽25公分的樱花树 移除到路边 那避免来车撞上 发生危险 那么也要提醒 要前往山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